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今天是美東時間的3月19號星期二 這期給您帶來的最新消息有 布林肯表示 中共威脅印太安全 臺灣出席民主峰會 中共跳腳 再傳報復社會事件 蓄意開車撞人一天連續三起 布林肯表示 打擊虛假信息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中共駐外大使異常缺人 分析認為 內部清洗正在進行中 日本央行17年來首次升息 日經指數收復4萬大關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來看詳細內容 在19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重申了美非防務關係堅入鋼鐵 另外 中共在南海的行動引發了廣泛的國際反應 美國為此也積極地展開外交活動以重申國際法 中共又跳出來抗議臺灣參加了民主峰會 被嘲諷大國自信何在 布林肯在和菲律賓的外長一起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我們對中共的行動有著共同的擔憂 這威脅到了我們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共同願景 包括在南海和菲律賓專屬經濟區 南海具有非常重要的貿易和戰略地位 而且這個海域的餘貨量也非常的豐富 不僅如此 那裡還蘊藏著大量的海底天然氣 《世界報》指出 中共近年來的動作頻頻 對這些水域幾乎完全聲索主權 而菲律賓現在也下達了鐵腕政策宣告 我們一平方厘米的領土都不會放棄 而且菲律賓還在竭力地拉攏東南亞盟友 更多地靠攏美國 菲律賓提供美軍使用的基地數量幾乎是翻了一倍 其中包括三個面向臺灣的新基地 菲律賓還將在美國的資助之下 在菲律賓最北邊 也就是距離臺灣只有200公里的巴丹群島 修建一個新的民用港口 這個港口地處戰略咽喉要道 被認為在未來可能的台海戰爭中 極具戰略意義 堪稱是制衡中共武力犯臺的要塞 美菲在1951年簽署了《共同防禦條約》 根據這個條約 兩國在受到攻擊時必須互相保護 布林肯在19日強調這個協議堅如鋼鐵 適用於對菲律賓的武裝部隊 公共船隻和飛機的武裝襲擊 包括在南海上的海岸警衛隊的船隻和飛機等等 美國之音在19日報導說 美菲深化軍事合作的意義 已經超出了中菲之間的南海主權爭議的範圍 蔓延到了中共敏感的台海戰事 在最近 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里世界之家 資深項目經理善雪表示 美國目前在臺灣南部的資產大量增加 這將使中共更難再可能的臺灣衝突的南方戰區 佔據主導地位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政治學榮譽教授塞爾表示 在臺灣衝突爆發的情況下 駐紮在菲律賓北部的美菲部隊 將能夠監視並打擊中共的軍隊 全球警衛在上週發布的全球威脅評估報告中說 儘管世界各地的危機不斷 但是臺灣是冷戰2.0的中心 路透社曾報導說 到2022年10月份 菲律賓是迄今為止在印太地區 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最大國家 菲律賓目前正在實施一項雄心勃勃的 為期15年的軍事現代化計劃 而這個計劃將持續到2027年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安全問題專家 波林在上週撰文說 實際上中共正在逐步地失去南海 自2022年以來 除了菲律賓聲明不再放棄領土之外 包括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 也繼續在爭議地區開發基礎設施和油氣田 拜登將於4月11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峰會上 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和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思 將會討論印太問題 另外 第三屆民主峰會在韓國召開 臺灣是獲得了邀請參加 但中共卻表示抗議 在19日 臺灣外交部發言人劉永健表示 只要臺灣在國際上活躍、展露頭角 獲得肯定、或者取得榮譽 中共就會一概反對、跳腳 請問中共宣稱的大國資信何在?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 迪亞士巴拉特批評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法西斯獨裁國家 他強調說 對臺軍售必須加快步伐 資深時事評論員桑普律師認為 臺灣跟韓國、日本、菲律賓有著共同的利益 自由民主、對抗專制極權的前哨 就是在臺灣 中共什麼四個自信都是假的 連臺灣出席一個普通的會議都沒有任何自信 都要抗議打壓 臺灣現在要積極爭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認同 擴大自己的外交空間 尤其要各國承認兩岸互不隸屬 承認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這個事實 這個牽動到全球 尤其今年美國大選之後 新總統如果是川普 會不會改變一個中國政策 跟中共不惜去徵收巨額關稅 不惜斷念脫鉤 如果美國已經實際成熟了 臺灣的主權地位就會掛手遞落 近期 在中國大陸報復社會的惡行事件不斷發生 就在19日當天 在浙江泰州、遼寧瀋陽、北京三個城市 分別發生了三起車禍故意殺人事件 這也是極其少見的 一天發生三起報復社會案件 外界擔憂 中國已經進入了全盤社會危機的狀態 在19日的晚上8點左右 北京市東城區的交通路口 一輛黑色的汽車衝入了非機動車道 把行人和電動車撞倒了一片 許多的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 現場到處都是血跡 估計造成了幾十人的死傷 肇事的男子在撞人之後還十分的囂張 指著圍觀的群眾叫罵 而出事的地點距離中南海只有3公里 中共官方對這次發生在北京市中心的惡性事件 依舊是採取全面晉升的處理方式 而且迅速地刪除了在網上瘋傳的視頻 第二起事件根據央視新聞客戶端的報導 早上7點左右 在遼寧省瀋陽市鐵溪區 林空二街附近也發生了交通事故 一輛黑色的轎車衝入對面方向的人行道 在現場就造成了1人死亡 4人受傷 4名傷者被送往就近的醫院進行緊急救治 其中2人經過搶救無叫死亡 截止到目前 事故一共造成了3人死亡 2人受傷 最後一起事發生在上午11點20分左右 位於浙江省台州市台州職業技術學院的校園內 有一輛黑色的轎車撞倒了10幾名學生 現場的狀況慘烈 造成了10多個學生不同程度的受傷 前中國媒體人趙蘭健認為 在全球最大力度的維穩國家 中國人民人人就像整日的住進了監獄 無論是政府 法院 警察局 銀行 學校 街道 交通工具 都是全球最嚴格的戒備狀態 全世界對人民的管制最嚴苛的國家 已經進入了惡性的社會治安案件 警噴式爆發的狀態 這需要有責任的國際媒體和自媒體嚴重的關注 中國各地發生嚴重的報復社會系列案件 在目前 依然沒有新聞媒體能在全局性審視這些接連不斷的 同時出現的報復社會的一連串個案 這種現象是極其不正常的 讓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共大外宣的手段 已經潛入和控制著國際輿論的方向 網友們也紛紛感嘆道 王朝最後一年真的是有可能不是吃人說夢 到處爆 你不知道哪件事就把自己砸到了 更有的人氣憤的表示 畜生不如才會抽刀向弱者 表面上看是力氣重 再往深一點想 有沒有可能是器官不夠用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8日在首爾舉行的民主峰會上表示 打擊包括人工智能內容在內的虛假信息 是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利益和外交優先事項 布林肯在這週前往韓國參加由美國總統拜登 發起的第三次民主峰會 與會者包括了政府官員 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成員 布林肯表示 包括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在內的數字技術 極大的加快了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 布林肯也講到了美國為應對這個問題所做出的努力 韓國總統尹錫悅和布林肯以及多國的領導人 都在峰會上共同呼籲要採取措施 應對人工智能等技術對自由民主構成的威脅 今年在全球範圍內 包括美國、英國、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等大型的民主國家 都將舉行關鍵的選舉 彭博社表示 生成是人工智能的巨大進步 正在引發人們越來越多的擔憂 虛假內容會影響到選民 布林肯也警告說 威權政府將干預一系列的選舉 美國將繼續施壓 阻止中共和俄羅斯散布虛假信息 布林肯還表示 民主國家需要採取更多的措施 來消除虛假信息 措施將包括鼓勵社交媒體平台 標記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 以便讓用戶知道哪些圖像是真實的 而哪些是不真實的 在近幾個月來 有幾百個模擬新聞媒體的人工智能網站突然出現 導致虛假信息的突然激增 研究人員表示 在世界各地事關重大的選舉年裡 這些虛假信息正在引起人們的高度警覺 另外 布林肯還在當天會晤了韓國總統尹錫悦 韓國總統辦公室說 布林肯表示支持韓國為維護韓半島和平與穩定 對朝鮮的挑釁做出堅決的反應 尹錫悦呼籲為推動民主加強與韓國的合作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在18日證實 朝鮮在當天發射了多枚彈道導彈 中共外交部近期的人事變動非常的頻繁 而同時許多的駐外大使也出現了長期空缺的狀況 就在前外交部長秦剛消失之後 外交系統的許多問題也已經被官方所承認 分析認為 種種跡象都顯示中共外交部可能在被秘密的清洗當中 3月18日 之前擔任中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外事辦主任的林健 出任中共外交部新的發言人 中共外交部一般是有3名發言人 在林健正式的亮相之後目前有4名發言人 不過外界相信這只是過度的安排 接下來還會有發言人出局 另外可以看到中共的多國駐外大使 也出現了長期空缺的異常現象 孫偉東在2002年的10月份 卸任駐印度大使並晉升為外交部副部長之後 中共就一直沒有再任命新的大使 這也是自1976年以來駐印度大使空缺時間最長的一次 前駐新加坡大使孫海燕 去年夏天晉升為中聯部副部長 之後中共也沒有安排他的繼任者 還有前駐南非大使陳曉冬 在這個月返回中國擔任外交部副部長 他離任之後中共駐南非大使也一直空著 而且之前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一職 也懸空了半年多 彭博社日前報導說 中共駐歐盟大使傅聰在上任不到18個月之後 傳出江戶紐約擔任駐聯合國特使 現任的聯合國特使張軍從2019年起就任 他是1960年出生 已經超過了官方的退休年齡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對大紀元表示 駐外大使較長時間空缺的情況過去也曾有過 但是看來現在是更加密集的出現 這可能是外交部內鬥等原因造成的混亂 而中國紀檢監察雜誌在去年11月刊發了署名文章 揭露的問題也印證了外交部的種種亂象 文中提到說 相關單位落實習近平的指示不到位 有泄密及被滲透被策反的風險 以外謀私 幹部失管失控 還涉及官員淫亂 幹部選拔任用任人為親 排斥異己 封官許願 說情干預 跑官要官 突擊提拔 或者是調整幹部等等 李林一說 受情鋼案的影響 中共外事外交系統可能仍在被秘密的清洗當中 在19日 日本央行決定解除作為大規模貨幣寬鬆政策核心的 負利率政策 將基準利率從負的0.1%調高至0%到0.1% 這將是2007年以來時隔17年的加息 國際投資機構分析認為 這樣做可能代表著全球低利率環境徹底終結 全球將進入高利率與高通膨並存的全新時代 根據共同社的報導 日本央行宣布將取消直利率曲線控制政策 停止購買指數股票型基金和不動產投資信託等風險資產 正式結束前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的 激進貨幣寬鬆試驗 同時還表示 日本央行是在審視了今年春季的勞資談判的平均漲薪率 處於高水平的狀況下 判斷工資和物價同步上漲的經濟良性循環將會實現 所以讓貨幣政策迎來歷史的轉折點 日本央行在解除了負利率之後 維持寬鬆的貨幣環境 但金融機構是否會上調與短期利率掛鉤的 浮動型住房貸款和企業借貸等的利率 將成為觀察的重點 而市場擔憂升息的舉動 可能會造成大量的日元回流 國際投資機構分析表示 從19日日元對美元不升反降的走勢來看 在短期內日元仍然偏弱勢 需要觀察美國的降息幅度 以及日本央行是否會再度升息 日元才有望轉強出現升值的空間 而日經指數時隔大約兩週收復4萬點大關 19日漲幅為0.66% 分析認為 日本央行決定解除負利率政策 符合市場的預期 投資者放心購買股票的情緒也得以上漲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明天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